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12月8号周五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视团简讯 北岸春晚2024 将于2024年1月27号周六晚上 继续在西温剧院举办 欢迎小伙伴们捐款购票 欢迎有实力的企业和朋友们 继续鼎力支持加盟赞助 同时欢迎温哥华都会区的演出团体 和个人报名参加演出 业余爱好或专业不限 大雪节气刚刚到来 温哥华也有可能看到 今年冬季的第一场雪 海拔高度超过200米的地区 周六将吸引锐雪 加拿大环境部对温哥华都会区 发布降雪警报 2到4厘米的降雪将会在周六早上上演 更多的地区可能会有雨加雪 早上需要出行的小伙伴特别要注意 在雪地上不要急刹车 上坡下坡要低速慢行 不喜欢在雪地开车的 则最好不要出门 家里车道在陡坡上的 可以在今天晚上将车停在 较为平缓的公共道路可以停车的路段 以便于明天一早出行 住在温哥华都会区的西北温 高桂林 温哥华 本拿比 以及新西敏市海拔较高的社区都要留意 庆幸的是这些小雪不会堆积 明天晚上随着气温回升 冰冻线提高到海拔2000米以上 大部分城市里的积雪将会融化 尖杀13岁华裔少女的嫌疑人 阿里的律师称自己和家人遭到死亡威胁 该案法官已经将这一信息提供给陪审团 该律师为阿里做无罪辩护 称现有证据只能证明阿里和女孩6年前 在温哥华都会区的本拿比市中央公园里 发生了性行为 但不能证明阿里杀死了女孩 该律师称其中一个威胁是让他的家人 遭受这个13岁女孩遭受的同样的痛苦 而且就在这个圣诞节之前 这个律师也会遭受暴力并残酷地死去 据中新网报道 中国商务部介绍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 聚焦7个方面 提出80项措施 主动全面对接高标准规则 进一步加大压力测试力度 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